说起来 陈州才算得上是淮河岸边真正的宝地 传说天神福西在这设下了先天八卦之阵 再厉害的妖魔也不能作乱 而且历朝历代的皇亲国戚都特别偏爱这里 最最有名的要属那个才高很多斗的曹 曹 曹子佳 不对不对 哎 梦莉 你在书上读过吧 那人叫什么来着 云天河 竟然又给我乱跑 还把梦莉一起拐走 真是被他气泪了 公娘心怒 公娘心怒 我家的小黄胆子特别小 别人一吼他就害怕 胆子这么小 还做什么狗啊 其 岂有此理 脾气这么坏 还当什么女人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有胆子再说一遍 没有 不敢 不敢 小生先走一步 隐天河 水 嫌以前闯的货不够多是不是 我 我也不知道 不知不觉就走到这里来了 凌莎 是我不好 我见云公子看新奇的东西 看得入迷了 越走越远 本想把他喊回来 结果却也 好梦里 你别世世都替着傻瓜担待 四处逛逛也没什么了 可千万别不打招呼就消失 害我担心啊 凌莎 我想买样好东西 可身上没钱 你有吗 能不能给我 居然还有脸书 一点都不知反省 真服了你 反省 我知道啊 爹说过有句话叫 一日三省无身 意思是一天要反省三次 今天的三次我都用完了 所以剩下的留到明天再做 你 我看不如先听听云公子说的吧 他这次倒也是一番好意呢 说吧 你到底想买什么 那个 这是 你想买琴 要送给梦里 不是不是 就是买他 他 他 你要买的竟然是 太胡闹了 你是四心不死的野人 不行 你绝不同意 可是 少废话 不行就是不行 姑娘 莫要误会 我只是答应为云少侠唱上一曲 还未来得及告诉他不纳经营 我只想求他帮我一个忙 真的 只是唱歌 还不要钱 我看要帮的忙肯定麻烦 灵莎 我刚才听这位姑娘父亲 举意七万哀伤 好像有莫大的痛苦 我们要是力所能及 就帮帮他吧 好吗 对 对啊 我也觉得是要帮他 两位姑娘 还有云少侠 若是愿意耽搁片刻 我自会把前因后果 都告诉你们 我们自然愿意听 如果很麻烦 不就耽误了找槐硕的事 说了这么久 还不知道怎么称呼这位姑娘 三位叫我秦姬变号 以为人父 又哪敢再以姑娘自居 这位柳姑娘说我取义哀伤 心中痛苦 倒是严重 人生在世 难免有许多忘年 我有个心愿未了 怕是到死都看不破 心愿 是什么 这可得从头说起 我自幼喜爱音律 却更是仰慕世间的高人侠师 急机之后便出门闯荡 仗着一身武艺 成奸除恶 倒也十分痛快 了不起 已经是个除香服辱的女侠 什么女侠 也不过是年少时的胡闹 后来 我因音律 结识了陈州秦家的独子 她虽不懂武功 也很文弱 却是我见过最好的人 没过多久 她就将我迎娶入门 那很好啊 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莫非 她有负于你 不 她对我很好 我们在一起钻研取谱 她还教我读书 写字 那真是 是我一生中 最快乐的一段日子 可惜 不管我怎么做 也做不来 支书打理的大家闺秀 让公公婆婆开心 那你相公呢 这些事她知道吗 她 她那样孝顺的一个人 当初为了娶我 却不惜违逆家里的意思 只是这种事 又怎能一而再 再而三地犯 简简的 就算有相公陪伴 日子也变得越来越难熬 我那时 就有了重出江湖的念头 直到有一天 我又惹得婆婆不高兴 那一次 连相公也责怪了我几句 我一怒之下 留书出走 与其在家里受气 当女侠说不定 还自在很多呢 岂止是女侠 每个学见的人 都梦想成为上天入地的见线 我也是一样 离家以后 就遍访明山大川 求先问道 原来你也喜欢在天上飞 可能人心就是这么不知足 当我剑术大惊 反而常常想念相公 她的身子本来就不是特别好 我很担心 我为自己找了很多理由 想回到陈州来看看她 那后来呢 你见到她了吗 我回到陈州时 才知她已过世好几个月了 她 你相公是怎么了 怎么会 听说相公在我离开后 身子更是糟糕 婆婆为她定下一门亲事充喜 但心腹过门没多久 她还是去了 我曾经想过千百遍和她重逢的情形 我宁可她骂我 不原谅我 也不要这个样子 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帮你 如今后悔也没用了 我根本不知道秦家把相公葬在哪里 我只想去千佛塔 在她的牌位前上住香 请她原谅我以前的不懂事 你怎么会捡住香 有什么难的 我天天都会捡给我爹啊 芸少侠有所不知 陈州的千佛塔中 共有佛门圣物 塔顶有圣光投下 所以不单是本城 许多有钱人都千里迢迢 把亲眷的牌位送来此地 想要他们的魂灵受佛祖保佑 秦家当然也是一样 他们还曾经捐钱修塔 和方丈也颇有交情 或许是秦家知会过什么 那些僧人根本不让我进塔 我也想过在夜里进去 可是为了守护圣物 那儿夜里更是由五僧把守 我看得出诸位身手不凡 只想请你们帮我 让我进入塔内击败王父 可是以你的剑术 竟然打不过那些和尚 说来也是阴差阳错 当初听到相公过世 我伤心欲绝 想到他生前不惜我五刀弄剑 便立下重事 再也不使用一身武艺 谁又料到 后来有着许多波折 那以后 我一直在陈州街头弹琴 想要找到心地善良 又身怀武艺的人帮帮我 那秦家人也太过分了 人都入土了 祭拜一下又不会怎样 这个忙我是帮定了 对 我也要去 是 既然这样 是否需要我们 今夜就进入千佛塔 有劳各位 你们的大恩大德 我一生一世 都铭记在心 你太客气了 我还想听你弹琴唱歌呢 所以也不算白帮你 多谢 这样 今日虚实 我便在胡心岛的千佛塔 下等你们 一言为定 老天爷也太会作弄人了吧 明明是一段好姻缘 偏偏变成这样 这次也多亏云公子误打误撞 不然我们可能就错过了 是吗 少得意 琴姬的事和你乱跑胡闹 根本是两回事 倒虚实还早 不如我们先在城里四处看看 好啊 被这样一闹 我精神又好些了呢 去逛一逛 要是能遇上槐硕他们 就太好了 嗯 若是累了 再去客栈歇息 刚刚好啊 快到虚实了 走吧 从客栈西边的渡口乘船 就能去湖心岛了 去打坏人喽 白痴 哪儿来的坏人 铭公子真是好心人 赢公子真是好心人 一切就有劳了 包在我身上 太奇怪了 太奇怪了吧 这一路上 竟没遇见半个和尚 对呀 坏人呢 在哪里 出家人 讲究六根清静 无论何时 都是空门打开 只不过 塔中的圣物实在很重要 寺院才会派人把守 塔门似乎关着 我们要如何进去呢 我瞧瞧 有了 看那边 什么那边 凌莎 你是不是又要学老鼠打洞 打 打洞 我倒觉得比较想打人 韩姑娘可是想从窗子进去 嗯 正门看起来又厚又沉 从那儿走 八成会打草惊蛇 不如赌一把 试试窗户了 也好 这千佛塔内 确实是宝器庄严 秦家家大业大 相公的牌位 应该是供在最上面几层 我们边走边找吧 好 好 这里有人 不是和尚 好 我知道 终有一天你会来的 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 但是我一眼就能认出你 你是 想不出吗 我确实一眼就认出你了 你是秦义她 她的 她的妾 直到相公过世 我也做不了她的妻子 你尽可安心 我的名分 永远都只是一个妾 我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不管你是怎么想的 在相公和公公婆婆心里 我却胜过你这个妻子百倍千倍 若不是相公心肠太好 姑娘一点旧情 今天又哪里轮到你做正妻之位 喂 你别这么尖酸刻薄的欺负人 人都过世了 争这些有的没的名分 还有什么用啊 小姑娘 你说的太好了 没什么可争的 毕竟相公生前 是我日日夜夜伺候左右 替她熬药穿衣 她也带我稀如珍宝 夫妻同心心意相怜 就算 就算她的病再也没法治了 这短短数月 不也如神仙眷侣一般 不 不要说了 怎么 你不爱听 不爱听我和相公是如何恩爱 你可知妇人妒忌何当妻出 也难怪公公婆婆不喜欢你 求你 求你别再说了 我今天来了 只是想给相公上住香 很快就走了 走 是啊 你又可以抛下她 就跟从前一样 不是的 我不是 不是什么 你知道 自从相公去了 我怕她一个人孤单寂寞 每天都来这儿陪着她 从早到晚都待在她身边 可你呢 你抛下她整整四年 不是四天四个月是四年 我 不用说了 你如今要说的话 相公她若泉下有知 也不会愿意听的 你要上香 可以 但需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只要我能做到 放心 你当然了 这件事一点都不难 我要你上完香之后 即刻离开陈州 永远不许再回来 你根本不配待在这里 太过分了 凭什么 琴姐姐 我 我答应你 心愿了去 我再也不踏进陈州半步 这样最好 我想相公他也不愿意再见你的 吗 多谢 告辞 真没礼貌 凌莎 走吧 孰是孰非 不是我们可以说的 那个女的 好讨厌啊 沉舟又不是她家大院 要由她做主 别说了 她也不过是个可怜人 她 她说的那些 你不生气吗 生气又有什么用 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 如果当初没有一级用事 再和相公想想别的法子 或许 或许很多事情就会不同了 我看那女子满面怨对 她说的也未必全是真的 生人已逝 真的还是假的 已无所谓 若她令相公开开心心 过完那段日子 我反倒只有 说不尽的感激和惭愧 你这么说 和我爹说过的好笑 他说真心为一个人好 就是要让他天天高兴 就算那个人不喜欢自己 甚至根本不认识自己 也没关系 这话一点都没错 世人只盼做神仙的好 却不知心有牵挂 无论圆满不圆满 也胜过截然一身 秦妻姐姐 以后你要去哪里呢 与情相伴 四海为家 走到哪里便是哪里呢 其实 记不清有多少次 我真想放下陈氏一切 就这样随相公去了 秦妻姐姐 我没有脸去见他 我告诉自己 至少要放下武功 尽心搜集历大的乐曲残谱 替相公了去生前心愿 或许 或许这样 他才愿意在梦中 与我见上一面 秦妻姐姐 别这样 你 不用担心 该怎么做 我心里很清楚 我不在相公身边的时候 他一定也很痛苦 很伤心 如今 我不过是尝到昔日的苦果 又凭什么一死一求解脱呢 各位的热血心肠 秦妻不胜赶培 既已说过为你们歌唱一曲 自当信守诺言 欧阳 细雨飘 轻风扬 凭借痴心般情长 好雪落 望恶珠 任由她却倾心伤 放下把手终结我情愿 换回了心底情 细雨飘 轻风扬 凭借痴心般情长 琴妓姐姐 她是用自己全部的心和命 带上这首歌 太悲伤了 为什么上天要让两个人有缘 却无分 或许人和人至今的缘分 都是注定的 等到上天要收回的时候 连一天一刻都不会多等 这样 好残忍 要我选的话 我宁可一开始就不认识那个人 也好过相识以后 却要生离死别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是 就算我们三个明天就会分开 我也不后悔认识你和梦里 别说过 活着的时候要尽欢 死的时候才没有遗憾 要是因为害怕以后的事 一直避开当下的事 那活着也不会开心的 还有什么意思 我想 我明白云叔说的 与其担心人生无常 不如多珍惜眼前时光 多珍惜和重要的人在一起的时光 差不多吧 反正每天都要过得开心 以后想起来也就没什么遗憾了 是吗 生尽欢 遇见他不落空 似无憾 傲向阿苍穹中心不尽 从恨在千年间轮回转 为何让寂寞长 我在世界这一遍 对你的思念 怎能用千言万语说得清 说得清 只奢望一次醉 相公 那个人 就是你直到过世前 都念念不忘的女子 她 比我好可 相公 我从小就一心一意喜欢人 只想做你的妻子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后来她帮你抛下 姑妈说 要我嫁入秦家冲喜 你知道 会有多高兴我 我想好好照顾 让你忘记那个女人 从今往后只想着我 可你 你怎么忍心看都不看我一眼 相公 你在那边会冷吗 是不是很寂寞 我来陪你好不好 先前 我只是不甘心 想要看看是什么样的人 把你迷得神魂颠倒 今日终于见着了 她 不过是个很寻常的女子 没有我美 也没有我对你那样好 相公 你要记得 这世上 只有我是最爱你的 不管你在哪里 我都跟着 不像其他人 不像其他人 会把你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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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河 醒醒 出事了 出事了 什么 好困啊 昨天 我们在千佛塔里见过的那个人 她 她自尽了 想不到 她的心情那么烈 也许 我昨天不应该那样讲 我 我实在是 你 怎么都不说话 我 我觉得 那个女的说不定 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了不起 她 是想去陪那个男的吧 那是她自己的愿望 我爹说过 人能够按自己的愿望 选择生死 不管对错 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所以我想 要是我们可怜那个女的 她大概也不会高兴 也许 你是对的吧 她生前不一定被相公所爱 死后就一定要去争 这份心意 也很让人动容了 不过发生了这种事 总是让人难过 一个人 昨天明明还和你说话 还会动 今天却哪里都找不到了 这样的感觉 一点都不好受 算了不说了 我们还是下楼去找孟黎吧 她都起来好久了 总恨在千年底下 听说没 城里首富家中又出大事了 你说那个秦家 不然还有谁 他们家的媳妇 昨夜在钦佛塔里自尽了 武座看过 说是吞毒死的 更奇怪的是 熟塔的僧人都说 昨天夜里有人闯进去 偏偏又讲不出贼人向往 方丈已经决定 关闭禅寺三个月 秦家的人恐怕也不会善罢甘休 竟有这等事 你又如何知道的 我表弟是禅寺的火头 这事当然比别人都清楚 可谈世上痴情你 丈夫死后竟如此真烈 唉 那个女的好可怜啊 人位 想不到真的会在这里日上 我们找你们好久了 找我们 难怪到哪都会日上 你们干嘛要跟着我和师兄啊 玄机 没关系 其实小妹妹说的也对 我叫韩灵莎 她叫云天河 我们特意赶来陈州 便是想拜入二位的师门 什么 要入我们穷华派 穷华派 是啊 我最想学那招玉 对了 玉剑飞仙 不行不行 修仙哪有你们想的那么容易 小妹妹 我们自然知道不容易 但早已下定决心了 什么小妹妹 总这么喊 人家哪里想了 那 玄机姑娘 你和你师兄 能不能带我们入门拜师呢 当日在巢湖 多亏你师叔仗义相助 不然我们找上了妖怪的口粮 那之后 对剑仙之风更是仰慕 师叔 你 你不会也看上我师叔了吧 玄机 怎可这样讲话 实在抱歉 小师妹她 没什么 我们求仙是一片诚心的 更感激剑仙出手相救 分开有其他念头 玄机姑娘也不过是心直口快 我见玄机姑娘聪明伶俐 你一定很得令师叔的喜爱吧 算你有见识 喜爱 玄机 师兄 不如就帮他们一把好了 师父不是常说 做人要实存善念嘛 反正最后能不能入门 还要看他们自己 你呀 你呀 真是个孩子 好吧 既然三番五次有缘相遇 或许也是天意 真的 你们答应了 太谢谢了 天河 叫上莫黎 我们一起走吧 对呀 莫黎呢 我也不知道 没看见她 你们师叔 上回在女罗爷里 见过的那位姑娘 可是她不知去哪里了 无妨 我和玄机 没追上紫英师叔 正要赶回门派中 不如就遇见带你们过去 费不了多少功夫 多谢 那什么时候动身呢 带那位姑娘来了 你们就到城门口去吧 我和玄机在那儿等着 好 想不到竟然会这样顺利 灵莎 云公子 好梦璃 你到底跑哪儿去了 我见你们迟迟不下来 就去买了些香 那我们快些去城门口 找槐硕师兄妹吧 你们已经见过面了 是啊 那个人是好人 答应带我们飞去仙山 快 怎么了 你好像一点都不高兴呢 只是想到这两天发生的事 心里总是不舒的 别再想了 昨晚你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我们都要珍惜当下 在一起时就要开开心心的 别辜负了来世上走一遭 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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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